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台湾当局利用所谓的邦交国搞政治操弄 谋独挑衅的行径是徒劳的 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牢固格局 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在美国所谓的过境问题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安排这种过境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允许赖清德过境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